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求神纪念大魏之约 那我们也可以看见 在这一组里面 这个受高者或是习安 这个都是非常被强调的重点 我们就来看134篇 举手称颂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134篇是上行之时的最后一篇 也代表他们即将要离开 在耶路撒冷圣城 从四面八方散居或寄居之地的 十二支派的这些弟兄们 他们就要彼此散去 因此第一节这边谈到说 耶和华的仆人 是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夜间代表昼夜都在服事 同时夜间也代表艰难 代表说回去之后 回到自己的寄居或散居之地 其实现实生活里面 有很多的艰难 也包含这些朝圣者 想到他们就要离开圣殿 要离开耶路撒冷 心中也是有很多的不舍 以及心中的一些激动 但是就算在夜间 仍然要来成为耶和华的仆人 耶和华的仆人可以指 在圣殿里面这些祭司跟立位人 当然也可以指 这个来朝圣的这些 以色列的弟兄们 但不论是祭司立位人 还是以色列的弟兄 他们从今天以后 各分东西 不论是在耶路撒冷 还是在世界各地 他们仍然要尊主为大 因为在这个西安 特别谈的就是 西安代表神的同在 而且是特别是谈到 上帝的治理的王权 与他的百姓同在 因此他们真正一个 让上帝来治理他们的一个观念 就是他们回到 他们每个人 平常所居住的地方 就算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复兴 但他们仍然要尊主为大 荣神一人 因此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称颂这个字的原文 其实就是祝福 Barak 那人或是耶和华的仆人 要祝福耶和华 我们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在中文里面 祝福就是上对下 才叫祝福 那但是在西伯来文里面 祝福是双向的 那因为中文在 用这样双向来理解祝福 我们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翻译成称颂 那因此耶和华的仆人 那我们也不要忘记 在第五组的前两篇 132篇133篇 在那边都有谈到受高者 因此在134篇这边的 耶和华的仆人 某个程度上来讲 也是受高者 也就是每一位 心中尊主为大 遵守神诫命的朝圣者 不论他是在 耶路撒冷圣殿里面 还是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 他们只要愿意顺服神 他们广义上 他们也是受高者 你我今天也是 神所亲爱的 神所高模的 因此我们不要忘自菲薄 那因此呢 这边讲到说 要称颂耶和华 原文虽然是祝福 但是从下对上的角度来讲 这个祝福更多的是一种 顺从敬拜的祝福 第二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 称颂仍然是祝福巴拉克 因此呢要向着圣殿来举手 祝福耶路撒冷 然后来敬拜耶和华上帝 那第三节说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喜安赐福给你们 第三节很可能是 这个祭司在对这些 即将离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 给他们这个所谓的民宿记 六章22到27节的那种 祭司给以色列的祝福 因此在那边说 是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 代表你们回去之后 一路上仍然会经过群山环绕 路程会很艰辛 甚至有很多敌对你们的势力 在路程当中 或是你们回到寄居 或是散居地的时候 仍然有很多 不敬拜上帝的敌对势力 像山一样要来环绕攻击你们 但不要忘记 造天跟地的耶和华 比这些都还大 耶和华要祝福你们 要从习安也就是说 从一个神的 祂的王权 治理王权的一个所在 上帝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 做你的王 来祝福你 来保护你 来带领你 因此说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习安赐福给你们 这个赐福原文也是 祝福Barak 因此我们上行之师 总共使务手 我们就一起思想到这里 其实我们人生 就是一个上行之师的写照 这边让我们看见 这五个主题 从走向圣城 众山环绕 被鲁归回 悔改赦免 到大魏之约 其实一组一组一组 往上走上去 神学的反省是越来越强烈 他绝对不是只是一种热闹的 去走马看花观光的朝圣之旅 他在这个整个上行之师里面 他谈到很多真实的信仰上的考验 仇敌的攻击 以及需要仰望上帝的帮助 并且来到神面前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要认罪悔改 得着神的赦免 然后呢 最后就是要相信 上帝他要成为我们的王 上帝要才派弥赛亚 受高者来治理他的百姓 建立他的国度 好让这些回到这个 原本居住地方的百姓们 心中存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其实神的国就在你我的心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我们这一生就是一个朝圣之旅 感谢主 让我们心中有美好的盼望 也让我们在这一趟朝圣之旅里面 我们有属灵的伙伴 跟我们一起前行 一起互相的扶持 我们也看见各个地方都有爱你的百姓 有爱你的教会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经历 诉说你的荣耀跟大能 当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一起合一的时候 主你就将你属天的祝福 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谢谢主 愿我们就算从教会离开了 回到我们的家庭 回到我们的职场 回到我们的生活的角色跟岗位之后 我们仍然在主的面前 做一个能够荣耀上帝的 上帝的好儿女 基督的好门徒 谢谢主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推动 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